一次想小巨蛋的演唱會在即 媽媽日前卻突然爆出 因糖尿病病發生體發炎住院 22日她出席自己的品牌活動 也跟大家報平安 說媽媽好了很多 再4天就可以出院了 她本來是想說 想要在我演唱會前 她都不跟我講喔 然後等見面完了之後再跟我說 你媽媽 你這麼忙 你媽媽住院你都不知道 她想要故意用這個方式來 養我 因為她 我每天都會跟我媽媽講電話 她騙我3天 第4天真的是 我一直覺得她聲音怪怪的 她想要避開我的一些話題 然後有一天我就問她說 你媽妳在哪 我現在回基隆 我說我不在基隆啊 我說那妳在哪 有電視聲音耶 我媽媽就說我現在在... 就開始結巴了 我說那妳請旁邊的朋友聽 然後我就把電話交給朋友了 我就說我媽媽在哪裡 她說好啦 媽媽在醫院 就被我這樣套出來了 我就說好 我回去 然後我一到門口 她的朋友就說不要罵喔 不要罵喔 你們家都是報喜不報憂的 然後我說我不會罵 就是不要讓我擔心 我覺得媽媽也是好意 不想讓我分心在準備演唱會的排練 其實我到了那個醫院門口 我有停在那個門口站了一會兒 經過爸爸的 都同一家醫院嘛 然後媽媽又從住那邊住過兩次 覺得怎麼老是都在這個里面 然後我不希望我回基隆的 每一次都是要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那個感覺會很好受不舒服 而說到即將到來的演唱會 兩天的嘉賓她也給出小提示了 有男生跟女生 暗示人好了喔 沒有 有綜藝有動感 還有性感 性感 女生是性感 瘦嗎 他算性感吧 男生算動感嗎 算動感 因為滿喜感的 男生 他們是 吳宗憲達人 吳宗憲達人 那身材的部分呢 你不覺得瘦很多嗎 現在 所以現在瘦的程度是已經有腹肌 到時候會秀一下 其實我80公斤的時候 腹肌還是有的 就是要用力這種的才要 那現在不用用力 現在不用就有了 所以到時候會有機會 那不會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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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